瑞幸集团它成立于1856年 总部设在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苏黎市 作为全球第五大财团 瑞幸集团已经有超过160年的历史 是一家超大的财富管理公司 据官方数据显示 瑞幸集团管理着高达11953亿瑞士法郎的财产 折合约95624亿人民币 这显示了它的雄厚实力 2021年瑞幸集团位列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第185位 它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部 并早在1955年就与中国银行建立了账户行关系 改革开放后瑞幸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家代表处 逐渐在中国市场扎根 现任瑞幸集团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是胡志志女士 胡志志的名字由他的爷爷亲手取的 只希望他能有广泛的知识 而志则寓意他像猛琴一样勇敢坚强 胡志志在学业上表现出色 90年代 他前往英国深造 选择了剑桥大学 在这里他不仅获得了本科学位 还继续攻读了硕士学位 在一次采访中 胡志志提到大学期间难忘的一件事 霍金教授为新生做开学典礼演讲 他回忆道 那是大一秋天的晚饭后 史蒂芬霍金教授为我们学院新入学的120名大学生普及时间和空间的奥秘 他虽然全身只有三根手指可以移动 却每年都坚持为新生讲课和互动霍金教授以实际行动告诉学生们 实业选择应当是长期从事而不会感到厌倦和低落的工作 应该通过冷静的研究认清所有的困难后 仍然对他充满热爱 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胡志志 让他明白了热爱与坚持的重要性 学成归国后 进入21世纪 胡志志选择了金融界 进入了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瑞信集团 对于一个有志于金融领域并希望为国家服务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瑞信集团 胡志志不仅完成日常的金融交易和操作 还积极探索如何让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独立经营 他的工作充满了挑战 但同样充满了机遇 20年间 胡志志在瑞信集团中国区稳步提升 2021年 他被任命为瑞信集团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 同年 他还荣获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的荣誉 这不仅是对他职业能力的认可 更是对他多年来为金融事业所作贡献的肯定 那年 2021年9月 胡志志被邀请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演讲 主题是胸怀家国 诚信敬业 珍惜时光 他在演讲中提到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应保持一颗善解人意 摆着不挠 胸怀宽广的心 他强调 当大家将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 完成对国家 机构 家庭的责任时 都会感激大学带给他们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